那很多的初伯呢 养花呢喜欢养在房间里面 还很香的 初伯问了我 养什么呀 其实你要知道啊 你像三角梅啊 鲜克莱啊 包括月季 都达不到你们那种 满屋飘香的感觉 你想要达到满屋飘香 第一 你就养茉莉 枝子 桂花 九里香 甚至说是瑞香 这些个呢 都能达到满屋飘香 另外呢 他们都是喜欢光照的 你会发现这种都是木本的 有的话说 有没有草本呢 球根呢 有 你像百合 但是百合呢 不建议大家放到室内 因为百合的香气呢 会让人的大脑皮层 老是产生兴奋 老是让你高兴 老是让你高兴 时间长了呢 你会感觉到头疼 所以说呢 就有人说这个百合有毒 所以说呢 百合不适合放到室内 这是有一个原因的 当然了 也会有那种 风信值 也特别的香 现在呢 也正式风信值 上市的时候 一个小球 估计两三块钱 大家就可以搞到 而且呢 能开一个多月 贼拉的香 但是很多的话呢 你记住了 好看的不是那么香 那么香的呢 就可能不是那么好看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而且呢 都是喜欢光照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盏一 白了抽包 嗨 嘿嘿 嘿嘿